这个就是中国通号3969 就是做交通轨道的产品 潜力一来就走势比较英俊一点 你会知道大家这段时间的事情是这样的 他不是嘗enti的 而且已经升穿了二七级 然后可以滑调上升轨道的 都是低点,可以上升轨道的 这就可以形成了上升趋势 这次见过高位下来,仍然守在前浪顶的支持之上 换言之走势是可以的,潜力就在于技术走势上 其二它的估值也不贵,7倍PE,6-7利息 我刚才说了,市场通常在找这类的股份 现在现价的PE是7倍,市场人士估计明年也继续有钱 即未来的业绩仍然继续有钱赚,PE还可以降到6倍 所以换言之,盈利估计持续增长,息率又高 所以这段时间可能会受到投资者留意 而技术走势上都还可以 只要它不穿2.67,2.7这些位置 走势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有机会反复向上,再次挑战这个顶 之前试过这个顶,看到回吐就下来 现在正在整固,可能会在短线再整一整固 考验这两个位置,2.6多和2.7多 这两个位置,接着这次就要再冲 所以潜力就在这